考试的时候只有题本 所以题本如果你可以把上面的 上面的需求转变成什么转变成 Source source code的话 那其实你就很快可以轻松切意的打出来 基本上这一题因为是三角形 三角形编长判断 所以基本上他这边有一些题目要求 要我们输入什么三个参数 所以基本上你的脑袋里面就三个参数 就要传三个参数的话 所以你会想说那我要去三边不就要 宣告三个变数去接这三个变长 所以你脑袋里面就假设ABC好了我就宣告三个变长 那你再去看一下这三个变长 他也没有要小数点 如果有小数点用double 如果没有小数点就用int 大概是这样的宣告 接到以后的话呢 他会有一个什么判断 那判断什么判断变长 也就是说他这边底下有什么 如果 参数不为三的话 那就是显示错误讯息 OK所以显示什么错误讯息呢 这边有一些提示 所说 这边有一个 就是参数错误那么三角形的边长 什么呢要有三个参数 等等的这些讯息 如果是三个参数的话 那我们就是什么 去做 多重判断 那判断的条件在这里 第1个条件是什么呢 if A等于 B 而且 B等于 C的话 那就什么 等边三角形 其实就是正三角形 对不对 然后其他就是这些 那 跟各位讲一下反正 你就照这个方式逻辑去写出来 然后if e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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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然后最后把结果秀出来 程式就写完了 所以基本上 答案都在上面 只是说你懂不懂得去 第1个 他需要的变数 你有没有宣告出来 第2个判断 逻辑 那ok那再来的话你程式其实脑袋里面就要 我要怎么去写 所以基本上 我们第1个就参数 那我写完的 部分给各位看一下 那因为前面我们 要接那个 arg 有没有 要在 按右键去设定那个argument 其实很麻烦 教各位一个简单的方式 就是说 如果 我们要去产生 argument 其实还有个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怎么样呢 因为他是一个阵列 我们后面new一个什么呢 new一个stream 然后呢再带进三个数字进去就可以了 这样等同是怎么样 我们去设定